7隻小羊 好不好看 好看 好看齁 有沒有發現我們劇中 7隻小羊 是用什麼曲名的 聽歌 對 每一隻小羊都有他 獨特的性格 特質跟喜好 但是如果要補出一首美妙的音樂 卻是怎樣缺一不可的 在劇中啊7隻小羊 最小的羊妹妹 因為長期受到忍弱 而心中缺乏自信 然後呢她的心裡 是不希望有人可以關心她鼓勵她 卻是希望有人可以關心她 鼓勵她 而她的哥哥姐姐卻因為 非常有才華 雖然很有才華 很有想法 但是卻因為自我中心 而呼籲掉羊妹妹 也因為追求 煤光燈的陷阱 而落入誰的陷阱 大野狼 最後可以回家嗎 不可以啦 怎麼可以 是誰救他們 阿木人跟誰救他們 楊妹妹 這兩個救他們喔 過去她以為 有一點也唱不好歌的楊妹妹 卻成為解救他們的關鍵人物 經過這些事之後 哥哥姐姐學會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 透過好慕人的眼光 怎樣 去看別人跟看自己 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同不是不好 不同反而帶來美好 看看你前後左右的人 有沒有人跟你長得一樣 沒有咧 沒有 對不對 有的人很會怎樣 很會做家事 有的人常常笑嘻嘻 有的人很細心 有的人很怎樣 很愛幫助別人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雖然不同 但是都有值得我們 值得去學習跟欣賞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因此當我們用愛去欣賞跟接納自己 用肯定的言語去鼓勵跟欣賞對方的時候 我們的人際關係一定會更和諧更美好 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台上的演員 最後再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喔 你們怕出來在台上誰年紀最大嗎 我 誰 大哥 大哥 他回去會哭喔 你們台上有好幾個都已經是當奶奶的 然後我們最年輕是48歲 最長者是65歲 值不值得再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耶穌愛你 我也愛你 剛剛小公主有說 原來今天看七隻老羊 七隻老羊就是七隻小羊的山寨版 真的不簡單喔 你看 美之羊都有美之羊的獨特 是不是 美之羊的個性會不一樣 但是你看 我會跟大家分享 有三千四千 低見 每個羊的個性都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呢 羊有時候會凝視對不對 會不會迷怒 羊是不是盲目的 羊是不是很敏感 有時候羊有時候會驕傲對不對 欸 在聖經告訴我們說 人的個性跟羊很接近喔 人的個性有沒有很接近 有沒有 欸 我們的個性跟羊很接近很敏感 很容易受傷害 然後 又很容易自我 對不對 好 我要跟你分享第二件事情 大野狼代表是什麼大野狼 大野狼 我們佛玉教會的七隻小羊 在我們年輕的學校都有表演 不論是心態心靈心靜 然後那個心靈國小 他們把他們拍攝下來 然後上YouTube 你們可以上YouTube 哇 那天那個小朋友非常激動 笨蛋大人 對 好像要把大人丟石頭一樣 那個大人欺騙小人 他欺騙小人 這個表示怎樣 大人代表說謊 你心中會不會被說謊 被欺騙對不對 就是那個大人把我們心中那個平安 有沒有啊 那種盼望 那種信心怎樣 撲走了 是不是 你看那個羊 羊跟大人接觸以後 跟大人怎樣 立那個約以後 他心中就沒有平安了 心中就沒有信心了對不對 心中就沒有喜樂了 是不是 原來就是被大人騙走了 最後是羊妹妹有沒有 一個最淪落的人 跟那個固然人 是不是 好牧人 去拯救他們 所以你看好牧人代表是什麼 一種犧牲的愛 一種犧牲的愛 所以愛是從神而來 神愛我們 神就像我們的大牧者 所以耶穌來到這個世上 要拯救那些小羊 不受那個欺騙的人的謊言所蒙蔽的 所以耶穌就是我們的大牧者 我們就是他的牙 好不好 我們邀請大家來一起來 唱一首歌叫 清清聽 好不好 我們起來唱清清聽 我們要聽那個哈牧者的聲音 不是聽那個謊言 是不是 你心中有沒有不平安 你心中會不會害怕 好像沒有判斷一樣 今天我要邀請你來聽那個大牧者的聲音 要清清聽 清清聽 我們要聽大牧者的聲音 來幾個音 我們一起來開口 一起開口來學著唱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唱這首歌 沒關係 口開心開靈就開 來告訴旁邊的人 口開心開靈就開 口開心開靈就開 口開靈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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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听 我要心轻听 我要尊敌主圣灵 轻轻听 阿财心轻听 我已无人认得我圣灵 阿财心轻听 阿财心轻听 我已无人认得我圣灵 轻轻听 阿财心轻听 我要尊敌主圣灵 轻轻听 阿财心轻听 我已无人认得我圣灵 阿财心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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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在我一生之灵 祈祷生意 祂是祂舞这生命的主宰 我祢无人等的我生意 轻轻地 我要轻轻地 我要彻底露出声音 轻轻地 祂在轻轻地 我地无人等的我生意 祂是祂舞这生命的主宰 我祢无人等的我生意 祂是祂舞这生命的主宰 我祢无人等的我生意 轻轻地 我要轻轻地 我要轻轻地 我要彻底露出声音 轻轻地 祂在轻轻地 我地无人等的我生意 轻轻地 我要轻轻地 我要轻轻地 我要彻底露出声音 轻轻地 祂在轻轻地 我地无人等的我生意 轻轻地 ... değer的朋友 或许你是 olduğ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喜不喜欢 耶稣说 我就是大牧者 我的羊认识我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的羊跟随我 所以我们就是祂朝产上的羊 我们要懂得听祂的声音 祂按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 祂认识你 耶稣认识你 祂是全能的神 祂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或许你现在生命的状况不是很OK 或许你在人生的地方 或许你会看到困难 或许人际关系 或许是你的财务和经济 祂是全能的神 神知道神认识你 神认识你 所以我们要学习听祂的声音 好不好今天我有一个邀请 我有一个邀请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我相信你今天来这边不是偶然 来告诉旁边的人 你今天来这里不是偶然的 因为神 神的爱 神是爱的源头 神的爱 神的爱要进入你的里面 神的爱要祝福你 神的爱要转化你 神的爱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所以我们就是祂的 祂的点 祂是我们的弹幕者 好不好 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第一次听到我这么跟你分享 你愿意认识耶稣的人请举手 你愿意认识耶稣的人请举手 好 请举手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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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希望认识耶稣的人请举手 好 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或许你很有勇气 但是你没关系 你跟着我坐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哇 有许多小朋友坐在前面 哇 来跟着我坐 来 小朋友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来 跟着我练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你是我的大目者 你是我的大目者 我是你的羊 我是你的羊 耶稣我要认识你 我要更深的认识你 求你每天帮助我 走在人生的道路 有你的陪伴 求你的爱来安慰我 求你的爱来医治我 我渴望得着丰盛的生命 耶稣我要感谢你 我要赞美你 我要敬拜你 我要听你的声音 我要仔细听你的声音 求你打开我的耳朵 打开我的眼睛 打开我的心窍 我要紧紧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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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法告 我都要告告 要严实的名 打开我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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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打开我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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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人的我生意 宣告 他是大物责 他是大物责 生命的主责 我一生只听随助神秘 祂是把握着身体 祢住在我的母人等的我身体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这耳听出身体 轻轻听 靠在轻轻听 我的母人等的我身体 耶稣就是爱的源头 有耶稣陪伴你的一生 要充满平安 耶稣就是平安的王 在七月你不用害怕 耶稣就是平安的王 祂已经复活 祂要把祂的爱 把祂的生命 把祂的丰富 把祂的智慧赐给我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亲密的交通常常与你同在 与你的家庭同在 与你的工作职场上同在 与你的整个人 与你跟着的关系同在 阿哥祂的女生 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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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乎